观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方位时间 佩洛西如期访台,稳稳当当的把该见的人都见了 待了19个小时之后才从容的离开 周三的晚上6点钟呢,他飞往韩国 那中共这一次是夸下了个天大的海口 结果却无所作为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让台湾的国际能量是大幅的跳升 因为整个的这个关注都是中共它造出来的 同时呢,再让自己深陷纸老虎的嫌疑 于是呢,现在是恼羞成怒 宣布从8月4号到7号 在台湾岛四周六个海域举行这个叫做实弹的演习 当然这样的反应呢 我在前几次的节目中已经说了 中共不敢动佩洛西,也不敢动武 它唯一敢做的就是飞机碰碰台海的中线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对着空气一阵扫射 然后拍些影片回来放 这就算它完成任务了 所以呢,中共现在的这个军演呢 我觉得还是没有跑出方位所说的那么个范围 但是呢,这次的反应还是有突出的地方 好,跟大家说一下哈 两点,一点就是说它是六处军演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形成了一个包围台湾岛的一个姿态 那么另一个是就是逼得很近哈 它在北部的这个军院,军事演习的这个区域 逼到了台湾北部基隆军港外面只有十个海里 那么它在南边的这个演习区呢 逼到离台湾南部高雄的左营军港只有九个海里 我们都知道国际法规定哈 国家的领海是十二个海里 那属于领海权 所以中共这个挑衅和压迫的这个行为啊 非常的明显 甚至可以说已经入侵了 所以台湾岛内和美国的一些评论员呢 都在说哈 说佩洛西走了之后 台湾面临的压力才真正开始上来 以后情况会更加的恶化 那我想跟大家来谈谈我比较不同的看法哈 首先呢 中共压迫台湾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以前呢 是收买和压迫并用 那么收买其实是有一点作用的 能够分化台湾 但是现在中共只剩下一个办法 就是压迫 那关键是这种压迫会起什么样的效果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哈 四个月之后是台湾的中期选举 也就是它的十月二十六号 这就又在台湾叫做九合一选举 就是选台湾的县市哈 就地方官员 那不管怎么说呢 国民党都希望说2020年大败之后 能够有所建树 但是如果中共继续它的压迫台湾之路 它就是在保证 保证民进党大胜 稳固住宪政权 那也包括稳固住宪政权 正在走的路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历史哈 在1996年台湾首次举行总统的直选 直接选总统 那中共的那次是担心李登辉会选上 于是呢就祭出了多重的威胁 其中包括直接发射导弹哈 台湾叫飞弹 打到基隆外海29海里的地方 打得台湾上上下下是心惊肉跳 不过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李登辉大胜 把本来还有点指望的林阳港和这个郝伯村 打到半点迎面都没有 而又过了四年 在2020年的美国 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 中共呢由朱镕基出面 他是总理嘛 在选举前发表对台的强硬讲话 那么也是指望能够打击这个陈水扁哈 那导致本来几乎没有胜算的陈水扁 居然超出两位国民党的强悍对手 强大对手哈 用一些些微弱的优势哈 赢下了总统大位 三个三个percent 三个百分点 这是第二例 后来呢在2004年 中共又发表了一个叫做反分裂国家法 反分裂法 而且在北京高调接见国民党的大佬 来压迫民进党 来顶国民党 结果呢 结果就是第二年 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 失去首次失去多数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两年前哈 这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 大家要记得哈 蔡英文当时选情很低迷啊 民意支持度只有24% 而韩国瑜是如日中天 最后呢 这个最佳助选员 中共又出手 在香港强推送中法 让亲共的韩国瑜是翻身下挫 最后蔡英文是节节上升哈 以57%的高票是连任总统 凡此种种吧 可以说有五到六次 也许六到七次 我就不多费口舌去说了哈 总之像美国之音这种 应该是中心的媒体哈 都忍不住要说 中共是民进党最佳的助选员 当然了 这背后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哈 也但是也是中共要费很大的力气 才能理解的 这原因就是台湾是个民主国家呀 人民的选票呢 决定政党和政治 你搞反分裂法 你威胁人家 你围着人家搞实弹射击 老百姓高不高兴 他不高兴 那他生气了 他不一定敢抄起枪了跟你干呢 他也没枪哈 但是他敢在拿到选票的时候填一下 来表达他的不高兴 对不对 结果呢 就是任何亲共的候选人都完蛋 而当选的官员都知道 他们是怎么当选的 民意在什么地方 于是呢 就会和中共是越走越远 那么一个和中共越走越远的国家 他会和谁越走越近呢 当然是一万英里之外的美国啦 那美国什么态度呢 佩洛西这一次走之前 他这么说的哈 他说 美国绝不会背弃对台的承诺 这话说出来可以说就叫做掷地有声哈 那关键是他说了算不算 那你要问我的话哈 我说他说了算 为什么 因为既然民主党的国会领袖这么讲了 态度这么明确 我们要知道美国的共和党啊 他是更加讨厌中共 这不就够了吗 这个美国的政治力量已经合拢了 而且国会里的两党啊 他都喜欢台湾 因为台湾呢 台湾的外交人员在国会里经营了大概20年呢 经营的非常非常仔细 国会里呢 有一个叫台湾连线党团 这个英文叫做台湾 Caucus 众院有一个叫做House Taiwan Caucus 多少成员 229个 那么参院有一个叫Senate Taiwan Caucus 有多少参议员在里头呢 33位 这都是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些议员都是台湾的铁粉才会加入的 也就是说呢 众议院如果要通过一个顶台湾的法案 229除上435 自动就有52%的选票 也就是众院要顶台湾什么他都可以过 立刻过 而参议院呢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铁票了 刚才不是说33吗 除上100 已经有三分之一的铁票 再拿六分之一的票 那就是一半 那就过了 那有什么难的呢 也就是说 也是说什么都可以过 而对台湾的支持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送到总统那去 拜登是一点意见都不会有 他绝对不可能去否决国会通过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呢 如果中共借此报复 开始狠命报复台湾 打压台湾 好嘛 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美国国会打开钱袋子 给台湾大量送武器 就像援助乌克兰一样把台湾武装起来 这事有多大 大家知道台湾目前的防卫全是自己掏腰包的 台湾你要知道台湾是个小国寡民 才2300 2400万人 这个他没有多少钱 一年的国防预算才86亿美元 要买美国的先进武器 他每次都要掂量着买 他没钱 钱不够 所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台湾的差距 防卫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可是美国从2月份到现在 半年不到 给了乌克兰53亿美元 就等于台湾一年国防预算的60%多 大家还记得美军在乌克兰 就在阿富汗 在阿富汗车推的时候 留下多少价值的武器吗 90多亿 所以美国有的是钱 那美国可以轻易的在 没有争议的情况下 两党都没有争议 以应对中共威胁的名义下 而且还符合台湾关系法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给台湾送武器 把台湾大幅的武装起来 那么如果武装起来之后 即使中共军力再发展起来 它也不可能啃动台湾这个岛 因为当台湾的军备和美国拉齐的话 中共就没有优势了 那中共要越过美国 那差老鼻子远了 而且其实越到后来 它越追不上 这其实也是台湾自己希望的 只是一直没有机缘得到这样的帮助 这样的机缘怎么能够得到呢 那就只有靠中共了 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到中共正在努力 另外我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我补充说一下 大家知道北欧的不大的一个国家 叫做立陶宛 特别有骨气 在去年7月份 它就宣布台湾将在它的首都 设立以台湾为名的办事处 那么北京就拼命打压立陶宛 包括试图打掉它的欧盟的供应链 把和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降到最低的代办级 那尽管如此呢立陶宛呢不挽腰立陶宛跟台湾的关系持续升级 双方的高官干脆就放手互访 几乎成了完全正常的一个外交关系 大家知道哈 中共要逼台湾统一的一个办法就是逼到台湾在全球之内没有朋友 四海之内没有邦交国 有点分量的国家都看着中国的人口啊 多过台湾60多倍是吧 就不敢跟台湾维持外交关系啊 怕惹恼中共嘛 台湾呢辛辛苦苦的维系的 现在就是一些个弹丸小国 什么中南美洲的这个那个呀 什么南太平洋的这个岛那个岛啊 而且都是看着 多半都是看着台湾的口袋 里头钱的这么这叫药饭户 我把叫药饭户 这个台共双方的外交战呢 就是落在谁能花更多的钱来收买这个层级上 这种外交呢当然台湾没有优势 打赢了也没多大意思 因为分分钟它可以再变卦嘛 谁钱多就跟谁呗 所以我其实一直主张 台湾根本就不用打这种外交仗 把资源留给自己 好好发展自己就行了 而立陶宛呢 是台湾外交战一路败下来的一个分水岭 这是第一个不认钱 认道义 也不怕损失 能逆向和台湾交朋友的正规的一个欧洲国家 这是一个有经济实力的 可不是什么南太平洋要饭的那种小孤岛 它一个顶十个 那关键是如果中共对台湾继续施压 那么继续做这种很厉害的打压的话 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就是越来越多的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 会重新不为金钱而来和台湾交往 这就是台湾外交战的一个可能的逆转 而这种逆转发生的原因呢 就是中共这个蠢货 他帮的忙 他的凶恶把世界各国会一个一个的推到台湾这边来 这个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他就做得很聪明 特别聪明 他知道说服各国总统给他武器很困难 那这里头有政治风险 对不对 我给了之后以后怎么算呢 出事怎么办 被批评怎么办 钱从哪里来 总统也没钱 他花的是国会的钱 那泽连斯基就一个一个的议会演讲过去 那么他先说服议会 说服了议会就等于是得到了民意啊 那么而且议会掌握预算 或者说是钱袋子 所以呢 这些总统总理的压力就一下就没了 民意在这边 他就没压力了 顺着民意送人情就好了呗 而且没有任何的政治风险 对不对 这个钱也是国会给的 所以呢台湾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就借着佩洛西这个的先例 去请各国的议长来访台 这样来实现这个外交的突围 让中共几十年的这个外交围困呢 这不光是刚才说军业围困的 让他几十年的外交围困的 也可以让他崩溃掉 最后呢 我得讲讲这中共大佬 这九大佬 这个九常委这几天干啥去了 因为从7月31号呢 这九常委就没有一点声音了 佩洛西访台这么大的事 这50万人就跟着看 这个我们天天都在谈 这九个常委怎么一声都不吭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跑去北大河开会了 因为再过两三个月就要开二十大了 因为中共开二十大可不是在二十大决定什么事 是在二十大宣布在二十大前的北大河的 他们已经讨论好的事 所以在这种时候啊 什么台湾问题 什么天大的事情 什么红线 那都是对外说的 所有这些都比不上内部斗争和权力分配 这也解释了这个佩洛西来台这一天 中共是啥招也没出 啥招也没有 因为什么 因为人家没空啊 人家忙着定帮规 人家忙着这个排交椅呢 排作词 所以呢 请大家要理解他们 好吧 那这就是今天方伟的几点观察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那如果说呢 喜欢方伟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还有留言呢 给出您的反馈 另外呢 我还需要大家的支持哈 请到希望之城 加入方伟的会员 里面呢 有美国史话 而且这个星期将 首先开始28项美国立国原则 你加入了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那么很多的节目哈 这10天 不是这10天 8月8号就5天之后 这5天之内加入呢 还会送给您张天亮教授的 中华文明史的上册 是张教授13年磨一剑出来的作品 绝对的物超所值哈 好 会员网的链接呢 就在节目的这个简介下面 非常谢谢您的支持哈 好 我是方伟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呢 再见